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真的是话题不断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詹姆斯·柯登 都找来了原班人马 就在斑马线上拍CUSO版本 詹姆斯是更换上了女装反串贝儿 涉野野兽的Dansky-Wenz 跟反串贝儿上演吻戏 而且两个人真的把马路当舞台 所有经过的驾驶都看傻了 红灯一亮一群人冲上斑马线 载歌载舞 美女野兽真人版街头上演 不过这个女主角贝儿竟然大崩坏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詹姆斯·高登 换上女装反串贝儿 带着电影中的原班人马 把斑马线当舞台又唱又跳 还找来男主角丹史蒂文斯 以及陆克·伊凡斯加入演出阵容 我没有看到一个蛇 所以就试试我给你带来 试试你带来 不 它应该是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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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停车场当排练场 只是野兽似乎变小猫 最后这场戏更是经典 詹姆斯换上黄洋装 要跟野兽来一段吻戏 一群人似乎是玩疯了 明明都已经红灯变绿灯 詹姆斯坚持要在车阵中羡慕 笑翻全场 美女野兽真人版 在台湾和香港上映 都登上芯片冠军 美国首周末预售 也有上千场客满 经典动画改编成电影 红遍全球 好口碑也持续替票房加持 TUBS新闻 王富华申请要知道 欢迎订阅